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2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头条新闻 今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2023年度票决委员 明尼阿布里斯联邦储蓄银行的行长卡斯卡利 他对CNBC发表了这个重要的谈话 他认为强劲的就业报告显示美联储需要继续加息 最终利率将达5.4% 那么卡斯卡利的这个观点让市场受到很大的震动 也给投资者带来非常负面的情绪 那么为了帮助网友能够全面完整的了解这个重大新闻 而我想从5个方面与网友分享一下相关的信息 首先第一是卡斯卡利这次讲话 他是有意修正鲍威尔在宣布加息之后的 那次比较鸽派讲话的市场影响 这次美联储他在做修正 因为鲍威尔在宣布做加息决定以后 做的一些政策解释的时候呢 当时非农数据还没有出来 所以鲍威尔的这个讲话比较偏鸽派的这种讲话 与随后在周五出现的非常劲爆的这个非农数据 就出现了一些矛盾 那么昨天有一位前美联储的这个委员 也公开提出来批评鲍威尔说鲍威尔在2月1号的那个讲话误导了市场或者是误判了美国的红安经济 经济目前仍然是过热但是鲍威尔在2号的讲话当中他散布了比较软化的立场 所以这个对市场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误导市场 所以卡斯里今天他就站出来说 由于这么好的非农数据 美联储的加息强度还要进一步超出市场的预期 因为鲍威尔他只讲到加息的目标是要超过5% 那也就是剩下来的加息空间只有0.5%的加息空间 你如果25个基点加一次息的话 那也就最多就两次加息 但是今天卡斯卡里一下把它提高到5.4% 这就大大超出了鲍威尔向市场做出的一种指引 所以说市场高度重视卡斯卡里这个讲话 第二个需要向网友介绍的背景 上周末美国劳工部公布的1月份的非农数据 几乎是华尔街预期的三倍 有的网友认为是华尔街的模型可能有问题 要不然物差不至于这么大 那么这两天新的数据就反映出来 因为在上周五市场还没有等到工资增长的幅度 因为你光非农就业增加 它还不能说明这个劳动力过热 导致通胀恶化的这样一种逻辑关系 还没找到这个证据链 那么现在这个工资上涨的幅度 这个数据出来了 就1月份工资同比增长了4.4% 那么这个增长速度也超出了美联储的这个预期 所以说经济的过热程度是超出美联储的这样一种预计的 所以他要进一步强化对通胀的打压 进一步强化他的这种加息的策略 这是第二个背景网友们应该了解 那么第三个背景 卡斯卡里这次说美联储的目标利率需要上升到5.4% 比他去年12月份 记得在12月份的这个视频节目当中也与网友交流过这个卡斯卡里当时的说法 他在去年12月份的说法是他希望中单利率就达到5.1%左右 那么过了不到两个月 你看他的观点就向鹰派方向去发展了 因为这个卡斯卡里他算不上鹰派 他在美联储里边一般会把它归为鸽派 你看他这个鸽派的人 他大幅度提高了这样一种目标利率的这样一种峰值 说明美联储的转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面对这么好的经济形势 所以卡斯卡里他自己是做了很大调整的 第四个需要网友了解的是 除了我们需要关注美联储的加息以外 实际上他在加息之外还有一个重大措施 也是让市场痛苦不堪的 那就是美联储每个月最多 他有950亿美元债券的缩表 那么这个呢 他会产生4500亿美元的额外的紧缩 就缩表是在加息之外 他另外一个给经济降温的这个措施 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他会让市场多一份痛苦 那么最后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的是 如果美联储真的把他这种目标 基准利率提高的5.4%的话 那么在2023年他的加息次数 可能就会从原来市场预期的一到两次 上升到三到四次 那如果是三到四次的话 那今年一年都会受美联储这个折磨 所以说LT觉得非常有必要让关注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资本市场的网友 要了解这个卡斯卡利的今天这个言论 市场之所以这么重视他这个言论 至少是两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是他这个观点呢 还比较靠谱 如果太不靠谱的观点 没有人会听的 这说明他市场感觉 他说的还比较靠谱 有道理 第二呢 确实担忧 市场确实担忧 美联储真的把利率目标呢 提高到5.4%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美国去年贸易逆差 接近1万亿美元创纪录 对华的贸易逆差 增加到3829亿美元 比去年有所增加 今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了美国的贸易数据 由于美国人继续购买创纪录数量的外国产品 美国去年总体贸易逆差 增加了12.2% 接近1万亿美元 那么去年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 为9481亿美元 比前年增加了1030亿美元 那么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长了17.7 到了3万亿美元 进口呢增长了16.3 也就到了4万亿美元 那么美国去年出口增加 主要还是向欧洲的能源出口这块增加了 其他的都没有增加 主要就这一块 向欧洲多卖了石油和天然气 这块让美国的这个出口额增加 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呢 议论比较多的是 美中贸易的逆差增长 如果大家去来回顾一下 过去4年的美中贸易的话 你会能够感觉的非常明显 它第一的特点呢是20182019年 这两年打贸易战的时候呢 中美贸易的总额是下降 就比17年下降 下降幅度还比较大 那么从2020年开始 中美贸易的总额就大幅度回升 那么21年22年就进一步的上升 所以到了2022年 就中美的总体贸易创造了历史记录 也就是历史最高贸易总额 所以这个贸易战呢 不仅白打了 而且现在超出了贸易 大幅度超出贸易战之前的 这种总的贸易量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美国人呢 对贸易逆差 他还是有争议的 就一般而言 就清民主党的这个经济学家 他们都会灌输一种观点 说贸易逆差呀 没什么坏处 每当美国经济增长的时候呢 贸易逆差呢 也会增长 那么它的好处在哪呢 说能够让美国公民的 用更少的钱 能够买到更多的国外的商品 所以这个贸易逆差 没什么坏处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 就克林顿发明了 说有这种贸易逆差呢 我们还可以呢 让赚到美国 贸易顺差的国家呢 购买美国国债 购买美国国债呢 又支持了美国的发展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事 所以这两个 就贸易逆差有议论 在美中贸易上 它做成了一个极端的案例 但是呢 在另外一些人看来 你这个贸易逆差 过大的话呢 那就意味着 相关产品的 美国的生产行业的 就业岗位就流失了 就损害美国的国家竞争力 但是呢 美国总是在 这两种想法当中呢 矛盾挣扎 但是就像吸鸦片一样的 这种贸易逆差 让美国社会欲罢不能 那么今天 中共方面也宣布了 2022年年末 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的数据 它数据反映了 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 当然增加幅度不大 那么对于美国的中美啊 贸易的这种状况 LT想做一个方面的评论 你看中共在困难时期 它砸锅卖铁 也要出口创汇 就最好的 最困难的时候 毛泽东时期最困难 要把最好的东西 拿去换美元 中共为什么要 做这样的事呢 因为有了美元 就有了一切 有了美元 就能在世界上买到一切 所以说中共 在它的对外经济理念里面 不管谁当政 赚美元 是中共的立国之策 所以说只要 中美之间 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 就中国的经济环境 和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它就有一定的保障 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美国像中国输血的 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它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所以中共呢 也是欲罢不能 尽管美国一再强调 要对中国进行打压 一再强调这个贸易平衡 但是中国这种举国体制 对美的贸易顺差的 这种举国体制 一直让它能够维系下来 它特别是经历了 川普的贸易战之后 它发现没有多大痛苦 这个大大增强了 中共对美贸易的信心 如果这个问题 继续维持现状的话 那么中国的这种 国家实力也好 国家竞争力也好 它是有一定的保障 和有一定的基础 这个是需要美国的战略政策的 制定者需要研究和考虑的问题 与网友分享的第三个重要新闻 是今天晚上 拜登将在国会发表 国情咨询演讲 这是美国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那么一年一度的总统 在国会发表 国情咨询演讲 有一点像 中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就总统他会报告 他做了什么 他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那么今天晚上 拜登呢 他会因为他这个讲稿 已经提前都已经发了 他希望能够呼吁增富人税 他希望的呼吁提供更多的社会援助 对弱势群体 并且他会提出来 排除削减社会保障 和医疗保险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为了 这个债务上限的 与共和党的谈判 他今天晚上会重申这个 他不会削减社会保障 和医疗保险的可能 那么今天 拜登在早上在遇到记者 问他今天晚上会讲什么 他用了一句很通俗的话 他讲 他说我想和美国人民谈一谈 让他们知道目前的情况 发生了什么 从现在开始 我期待做什么 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我只想和美国人民谈谈 当然了 从目前媒体了解到的 这个演讲稿呢 拜登会用长篇幅来 宣扬他取得的成就 这包括通胀的下降 就业的强劲增长 以及控制老年人处方药的价格 扩大退伍军人的医疗福利 投资应对气候变化项目 以及重建道路和桥梁的立法 这个是拜登他认为他的主要成就 那么昨天晚上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呢 他在国会大厦发表个演讲 他主要是要抢在拜登 在国会演讲之前 先发自人的形式呢 提出来他的一些反制的观点 比如说对债务谈判的这个原则 他要求拜登改变路线 那么今天晚上呢 如果观看这个演讲的直播的网友呢 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历年总统演讲 总统的就会与夫人呢 精心挑选一些客人 这些他请来的这些客人到国会啊 旁听了参加这个演讲的客人呢 往往都是一些政治热点事件的一些人物 那么今天晚上呢 大家仍然可以看到乌克兰驻美国的大使 今天拜登夫妇还特别邀请了一位 一位这个华人 这就是在前不久 在加州蒙特利公园 一个舞厅 一个年轻的 当时媒体报道比较多的说是 年轻26岁的马龙 从枪手手上抢夺下来的这个枪支 避免了一次重大的灾难 那么这位年轻人呢 也被拜登夫妇邀请参加今天晚上的演讲 他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所谓的一般马龙 他就是这个舞厅的老板的儿子 那么今天晚上呢 大家也会看到这位华裔 那么每年总统这个国情咨文演讲之后呢 反对党或者另外一个政党呢 他会发表反驳意见 那么今天代表共和党 在国会发表这个对国情咨文的反驳意见的呢 代表呢是阿肯涉州 新当选刚刚一个月的这个州长 桑德斯 那么这个桑德斯 代表共和党出来反驳拜登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讲 这个是共和党人呢 经过精心考虑的 他很有意思 这个背景呢 也值得网友了解一下 这个桑德斯呢 大家认识这个桑德斯呢 应该还是在川普执政的初期 这个桑德斯是川普政府的这个发言人 白宫的发言人 而且他的个性也非常火辣 经常与记者发生争执 而且呢 他一气之下 他宣布缩短白宫的记者会时间 桑德斯的父亲曾经是阿肯涉州的这个州长 那么他呢 担任了一年川普的白宫发言人之后 他就辞职 他辞职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回阿肯涉州 他为了去竞选州长 那么经过这个两年多的筹备 他在前不久 终于选上了阿肯涉州的州长 那么这一次他能够被选中 代表共和党在国会 反驳民主党级总统的这个演讲 这是1985年 克林顿担任阿肯涉州州长时 当过一次这样的活 这次是克林顿之后 第二个阿肯涉州的州长 代表共和党在国会做反驳演讲 所以这个也是很有历史意义 那么为什么会挑中桑德斯来做这个代表共和党 在今天晚上做反驳演讲呢 两大理由 第一大理由却是与川普有关 川普在共和党内仍然有影响 那么桑德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 他都是川普的盟友 就这个定性是没有争议的 所以说共和党能够选着桑德斯 他直接反映 就目前川普在共和党内 他是有影响的 你选其他的人 那么支持川普的人可能就会反对 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选他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选桑德斯呢 这个也是共和党的一个策略 共和党的策略呢 他就是要靠这个年仅40岁的桑德斯 非常年轻有活力 要与80岁的拜登形成一个反差 那么今天桑德斯的演讲的重点 是共和党帮他炒利的 不是他自己的利的 共和党今天要通过他的反驳 要把2024年的大选的基调 会通过今天这个反驳演讲 会提出来 就共和党啊 他会有些哪样一些主要的政策目标 会通过今天桑德斯这个反驳演讲 会提出来的 所以共和党就希望用一个年轻 有活力的这样一个代表形象 来反寸连迈体衰的这个 拜登这种形象 为2024年的这个选战 做一个铺垫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加拿大广播电台 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报道 这个报道标题呢 是说美国神操作 共和党州把难民送到纽约 纽约呢出汽车票 让这些人呢去加拿大 你看这个事弄的挺滑稽的 就很多在美国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 被纽约市政府呢出钱 给他们送到靠近加拿大的这个 纽约州的这个城市 然后呢 这些人呢 就乘坐公共汽车 就有一条8公里的这个乡村公路 他们就可以开到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纽约市长亚当斯 他也不隐瞒 他说我们并不是帮助人们穿越每家边境 但是呢 想去靠近加拿大边境 纽约州的普拉斯堡的人 可以得到资助 乘坐公共汽车到加拿大边境 纽约市长说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那些 希望搬到另一个地方寻求庇护的人 几个月来 纽约市一直面临着一场 前所未有的危机 纽约新开张的移民援助中心 人满为患 美洲几个共和党州都会将数百名 从墨西哥抵达美国的非法移民 送往东北部 去年呢 用这种方式 已经有三万九千人进入了加拿大 加拿大有没有办法来遏制这个事呢 加拿大与美国签了一个法律 叫安全第三国协议 就说你如果到了第一个国家提交了笔护申请的话 那么就不能在第二个国家再申请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这些非法移民在美国申请的笔护 你就不能再到加拿大申请笔护了 似乎呢 想用这个协议堵住这种啊 从美国过境到加拿大的非法移民 但是这个法律 加拿大这个法律呢 有一个漏洞 什么漏洞呢 就目前呢 被纽约市长啊 送到加拿大去的这些非法移民 他们根本没有在美国寻求笔护 他们就非法闯入美国 然后被逮住了 逮住了就给送的德州 亚利桑那州 包括佛罗里达州 就把这些非法移民的 就往民主党控制的这些州输送 那么这些人呢 他没有在美国申请笔护的案底的话 那么他从美国进入加拿大 就应该有权利接受加拿大的笔护 所以加拿大政府拿这种事呢 也没办法 但是这个新闻给人感觉呢 就还是有一点 这个纽约市啊 这种做法 这个还是有一点 不是那么地道 第五条于网友分享的新闻是 今天彭博盛报道 说高盛又发了报告了 又给市场指明方向了 高盛今天报告中称 美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的衰退可能性 下滑至25% 那么上个月呢 高盛还说 未来12个月 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可能性 65% 那就差不多板上钉钉了 现在人家改口了 只剩25%了 那么分享这个新闻呢 不是说让网友去相信高盛 你就听到有这么一种声音 你做参考就好 就高盛现在的一些研究报告啊 它更像是一种啊 金融八卦或者财经八卦新闻了 我们就当八卦新闻听好了 第六条于网友分享的新闻呢 很有意思 这个在今天中国的社交媒体里面 上了热搜榜的排第一 几个社交媒体都排第一 是个什么样的热门新闻呢 说总理召开座谈会 安心发言 安心发言呢 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那么据中共央视的这个新闻报道中称 2月6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各界人士基层代表 对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那么专家学者 企业家 科教文体 未接人士 基层群众 一共9位代表发言 那么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狂飙中 饰演安心的这个扮演者张毅 出现在座谈会现场 并发言 这个狂飙是首不宜 少会出恶常态化和正法队伍 教育整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 该剧讲述了一线刑警 安心为代表的正义力量 与黑恶势力展开 长达20年的生死搏斗的故事 按惯例 国务院总理主持 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主持召开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国务院全体会议 研讨报告的稿 国务院领导人还会通过 到各地调研等方式 听取意见建议 同时在此期间 国务院的总理还会主持召开 多场专题会 面对面 听取社会各界 对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那么这个新闻 LG感觉很有意思 这条新闻 它在各社交网络被受到热捧 大家可以去看看网友的这个评论 没有人去关心这个什么总理的报告 没有人关心的李克强说了什么 这个新闻上热搜 还是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安心 安心进了国务院 或者张义进了国务院 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 LG想出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的是 就李克强 在三月份的人代会 做政府工作报告 是李克强 最后一次做人代会报告 李克强当然很重视 这次人代会的报告 但是在三月份人代会之前 李克强相当部分权力 已经被未来的总理 中共内定的总理 李强接管了 那么目前的李克强 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总理身份 你比如中共已经公开讲的 就是至少在防疫这个问题上 是被李强接管了 领导小组组长 目前是李强 包括最近一个时期 国务院的一些重大会议 也是李强出来主持 所以说LTA的第一个观点就像 在做最后一次人代会报告之前 李克强的部分权力被剥夺 这个是中共历史上非常罕见的 也是极不正常的 你也能看出来 最后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的 李克强并不是一个 完整意义的中国总理 这是LTA想做第一个评论 那么第二个评论 因为李克强 他这个所谓的 最后一次人代会的报告 那么也就意味着 李克强的政治生涯的结束 那么对于李克强政治生涯的结束 LTA想做一个评论 就是中共十八大之后 中国舆论 包括国际舆论 都有洗礼组合 或者洗礼时期 这么一个说法 作为十八大以后 中共最高领导成的一个代名词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中国民间 以及国际舆论 都习惯了一种胡温时期 或者胡温执政时期的一种说法 就把领导集体的核心 强调总书记与总理的这样一种 关系梯度或者密切程度 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 初期 民间舆论 国际舆论 仍然有洗礼组合这种说法 李克强也是抽搐满字 因为温家宝 他开创了中国权力 最大的总理的那样一种模式 那么李克强 当然也是抽搐满字 也是一副大战宏图的架势 所以在洗礼组合的初期 李克强就提出了克强经济学 那么克强经济学的当时与安倍经济学 并列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个政治经济学 但是这种状况很快被习近平遏制了 就习近平他第一 他是坚决反对说洗礼组合 或者洗礼时期 他不希望李克强与他平起平坐 他要强调李克强 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军臣关系 习近平是军 李克强是成 不能够讲洗礼 这是习近平对他控制的党媒的一种要求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习近平他吓得很糟 就彻底摧毁克强经济学 就克强经济学在中国舆论 社交舆论 议论了半年 习近平他就下令中共党媒 一律在禁止谈论 提及克强经济学 在中国媒体当中 半年之内就销声力气了 那么习近平这样一种军臣关系相安无事 也经过了两届 但是到了末尾 在正式结束任期之前 人家习近平把后任的总理 已经派到了国务院 已经开始有持有权的开始工作了 这个是之前的任何一届总理 都没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说LT第二个观点 就是习近平组合 明显的是虎头色伪 高开低走 所以这个是对李克强结束他的任期 做最后一次人代会报告 大家应该看到他这样一种 政治行情的轨迹 第三个观点 LT想对今天这样一个热门新闻 想做一个评论是 就李克强现在是唯一一个 还没有离任就被剥夺了 相当部分职权的这样一个总理 按理说应该是让人同情的 但是今天这个新闻反映出来 就李克强沦落到 也要去靠蹭明星 蹭明星的热度来增加舆论 对他的关注 或者对他报告的关注 这个也是挺可悲的 国务院征求意见报告 都是找各行各业的一些 有代表性的人物专家 那么张艺扮演安心 目前是热播剧 那么请安心来征求意见 安心也能够算一方面专家 但是这个新闻给我们 带来的印象的是 没有人去关心安心提什么意见 或者没有人去关心 政府工作报告 没有人去关心李克强 人们议论的焦点 你看这个新闻议论的焦点 还是安心被请到了国务院 所以这个就是给人感觉 就这个新闻 就李克强没占到便宜 或者甚至是对李克强来讲 有一定的负面 因为没有任何媒体去报道 安心提了什么意见 或者安心有哪些建议 大家关注就是安心去了国务院 所以这个呢 就李克强靠热播剧的明星 趁热度 这个事直观感觉就是政治娱乐化了 那么对于李克强目前这种促进 你如果站在李克强的角度 做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的话呢 那也许 这就是李克强想表达的态度 他就是要让政治娱乐化 不就那么回事吗 不就是演戏吗 如果这么理解呢 那可能还能够表达出来 李克强呢 他处于一种清醒的状况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条热搜新闻 对李克强本人来讲 对李克强在中国似乎的影响来讲 他并没有给他带来积极的效应 那么最后再与网友讨论一个 今天的最重大的中国的新闻 那就是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举办的 新的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 省部级的主要领导干部的 学习班上 他的一个讲话 那么这个学习班呢 是个什么学习班呢 就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研讨班 那么这个 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是李强主持 你看又没有李克强什么事 那么今天习近平 他发布这个大新闻 他搞的这个活动 就是一个核心 一个主题 就兜售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 他今天呢 满嘴跑火车就是讲这么一个概念 就中国式现代化 他首先给中国式现代化 做了一个很高的定位 就他说 中国式现代化 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的迷思 展现了现代化 另一幅图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这还了得了 就中国式现代化 不等于 不同于这个西方式现代化 他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 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这是习近平一开拓 他就给他提出来的 中国式现代化 定位定位这么高 前无古人 就习近平讲的第二个观点呢 他还是要给 这个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上 他要给他定性 他理论上 习近平今天原话怎么说的呢 他说开过提出深入阐述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 是中共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他说是他的一个创新 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新重大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 经历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成果 那么你看这个观点呢 习近平他就讲得很清楚了 第一 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是我习近平创造发明的 因为是二十大 二十大习近平的报告里面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所以说他这个署名权 这个著作权 是我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 第二呢 中国式现代化 对中共而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第三 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他个人认为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这还得了啊 这个理论上登峰召集的这样一个理论 对中共 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你看习近平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这是他讲第二观点 第三个观点 就他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 与邓小平的现代化 毛泽东的现代化 有什么不同 他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 前途命运 最终成败 且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 是党的领导 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 才能够前景光明 繁荣昌盛 否则会偏离航向 丧失灵魂 甚至颠覆性的错误 他这就强调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 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否则偏离航向 这个中国气球 这个最近中共自己是认为偏离航向 这个不知道是谁情之指挥的 那么他强调第四个观点 就更有意思了 就中国式现代化 就习近平他定义的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个有极度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化 你看他怎么解释呢 就习近平说 中国式现代化 蕴含的是独特的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 你看他加了这么多内容 才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 就中国式现代化 有浓郁的意识形态的这种色彩 第五呢 习近平强调这个中国式现代化 他解释的 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他寝室不安的一个问题 他把它加进中国式现代化 就所谓的安全 习近平讲说 贯彻 总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 和重点领域安全 是中国式现代化 过程当中需要统筹发展的 就他整个中国式现代化 他强调在各个环节 各个领域 各个层次上 要强调安全 就安全现代化 那么不知道网友听了习近平讲的 这个对他自己 顾名貂域禅返述的 这个中国式现代化 听了之后大家有什么感觉 我可以想做四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 就中国共产党内提出 这种现代化的概念 最早是毛泽东提出来 毛泽东在1954年 就中共建政 刚刚开始 他就提出来这个现代化 那么最早毛泽东提出来 三个现代化 就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科学技术现代化 后来毛泽东发现 跟苏联的关系 有点紧张了 他又加一个 要国防现代化 那么正式提出来 明确四个现代化 是周恩来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提出来的四个现代化 那么毛泽东提现代化很有意思 他从1958年 他把现代化具体到 用15年感应超美 从1958年开始 15年感应超美 但是呢 毛泽东提出这个口号之后呢 开举不力 怎么开举不力呢 就遇到了大饥荒 或者被中共 现在编程历史 叫三年自然灾害 中国死了几千万人 这哪里还能感应超美啊 后来毛泽东呢 在7000人大会上讲话当中 他就把感应超美的时间 就放宽到100年 就说原来说15年 感应超美 因为开举不力 马是前提 毛泽东呢 就把15年改成100年 这是毛泽东 谈的这个现代化 那么邓小平时期 谈这个现代化 他的逻辑呢 与毛泽东呢 就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 他强调两点 他强调第一点是 改革开放 要善于借鉴 人类文明的成果 包括他去做 日本的新日帖 包括他鼓励 与美国发展关系 他强调 四个现代化 首先要善于借鉴 人类文明的成果 不管是西方 东方 不管是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 只要是人类文明的成果 中国就要 努力的去学习 这是他讲的现代化的 一个核心 第二个核心 邓小平 他讲中国现代化的时候 他一直强调 绝不照搬 西方的政治制度 就要保党 你不能改革 改在最后 共产党没有统治权了 所以邓小平以来呢 他与毛泽东时期 谈现代化 就有一个调整 他这个调整在 就拖宽 中国人现代化的思路 要善于学习 借鉴 引用西方国家的 现代化的成果 这是第二个方面 就是邓小平的这个 现代化之路 增加了改革开放 这样一种特质 那么第三个 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看习近平的这个 现代化 习近平的现代化 刚才讲了五条 LT把它归纳起来 它实际上是两个特质 就习近平式的 现代化 有两大特质 第一大特质 他强调意识形态化 就强烈的 习近平式的 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就你如果脱离了习近平 他设定的这种 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他是拒绝排斥的 那么习近平的 这种意识形态化 他主要强调 所谓的独特的世界观 独特的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 你比如说习近平他讲 我中国不需要民主了 原来中国共产党 一直认为 中国民主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的人民呢 这个受教育程度还很差 地区不平衡 民主有一个过程 现在习近平说 没有过程了 中国的民主 就是全过程民主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 不需要改革了 不需要学习了 所以你看他在中国是现代化 他把它注入了 强烈的意识形态 这是他第一个特点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 你很难说 它是一种经典的思想主义 他就是习近平那种啊 小学生也好 初中生也好 他很独特的价值观 他要把它植入 中国的这个现代化 第二大特点 就习近平反复强调的安全 那么习近平强调的安全 是不是人民安全的 不是 你从二十大的报告里面 最高品质安全 包括这次讲现代化 竟然现代化的高品质 不是科学 不是改革开放 出现频率最高的 竟然是安全 那么习近平反复讲这个安全 他是讲人民的安全吗 不是 他所有的安全都是讲 习近平个人安全 你看所谓的政权安全 是为了保护他的这种独裁地位 他强调制度安全 也是你不能推翻我 我要这个定于一尊 这个制度要安全 我要这个终身制 制度安全就变成终身制的安全了 第三 他要意识形态安全 什么意识形态安全呢 就是说 我说左就得左 你们不能说右 我说要搞斗争 就要搞斗争 我说要搞共同富裕 要给资本装红绿灯 那就是要给资本装红绿灯 你看他的安全 是保护他的独裁统治的安全 要把它加进现代化 你如果现代化 与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安全 那这个现代化就走不通 就不让你走 就要装红灯 你只有在不影响习近平的独裁 定于一尊的情况下 才允许你去发展 这是他的第二大特质 所以你看有强烈的习式的 所谓的意识形态 再加上强烈的习近平个人安全 个人独裁安全 这样一种现代化 他能叫现代化吗 所以你从习近平的五个方面的解读来看 习近平所追求的这种现代化 是非常让人可怕的 让人恐惧的 他听起来不像是中国式现代化 他听起来更像是中国式习近平化 就按照他的那样一些对社会的理解 对民众的要求 对国家的要求 他给中国指明了一个所谓的方向 那么第四个评论呢 你从习近平呢 从五个方面来阐述 他设计的中国现代化 你听来听去 就是一种自吹自擂 没有任何逻辑基础 没有任何常识基础 也没有任何历史基础 他既于毛泽东的不一样 也与邓小平的不一样 中国式现代化 的确是习近平的创新 但他这种创新 有太多猥琐的内容 有太多自私的内容 所谓猥琐的内容呢 是他把他的价值观 世界观 他把他强加到 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去 他把他对个人的 执政的担忧 执政的风险 他要把他强加到 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去 所以这是一个 毫无逻辑的概念 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 所谓的新的成果 那么最后 IOT想再做一个评论是 为什么说习近平 他提出来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种自吹自擂 是一种毫无意义的 这样一种口号呢 就大家回顾一下 在中国发展的最好的时期 就胡文时期 就中国从发展的结果来讲 是发展的最快 最好的时期 你看中共自己 还不愿意总结 还不想总结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模式 你看最早研究中国模式 并不是中共提出来 中共他还不愿意 别人来拔高他 全世界在90年代 10年代 都在热议中国模式 当然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但不管怎么样 中国模式是一个 世界级的命题 但是习近平自下 再也没有人研究 中国模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 他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的国运 就他这种倒退 或者加速师 这最早是中国网民 对习近平的判断 现在加速师 总加速师 这个成了 国际主流舆论 对习近平的评价 所以在习近平明显的 把中国带入了 错误方向之后 全世界 再没有人谈论中国模式了 只有习近平自己在谈 这个中国模式 他要给世界指明方向 给中国各个领域 都指明方向 这个他自嗨的状况 但是世界上呢 已经不再去追捧 或者热炒中国模式了 所以中国是现代化 是习近平呢 进入一种自闭症的状态 进入一种啊 孤方自赏的状态 一个新的写照 如果说习近平提出来 中国是现代化 这个名词概念 有一定的意义的话 那也就是习近平 他增加了 他在中国推行 对他个人崇拜的 新的借口 或者新的说法 以上就是今天 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